所以這個系列呢 在我們的Vintage市場裡面啊 也是逐年增長 喔 更增 是 每月增長 所以我還蠻推薦就是 入門的新手的寶寶們 他們可以參考蘇包庫 然後價格也不會到非常高 所以及早入門 及早享受 大家好 我是蜜蜜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也是我們名人跟一生單元了 然後呢我旁邊呢 有我們的特別來賓 就是老倫敦的子恩 嗨 大家好 歡迎他 我又再次上來了 對 像我們之前那一集 就是回想霹靂無敵好耶 真的嗎 真的 就是好多好多要研究老鄉的人 大家都在底下留言幹嘛的 因為最近真的是香奶油太火紅了 尤其是Vintage 所以我相信大家應該就是 會想要更了解他的知識 沒錯 然後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其實就是香奶油的飾品 我懂飾品了 因為飾品就是現在更火紅了 對 尤其像Vintage的地方 他們已經有一點 更多收藏家想要更深入研究 對 然後就會從這些很久遠的飾品 去開始去慢慢收藏 所以我們今天這集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記得開始影片之前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每週三每週日我們都會有新影片 先訂閱一下 謝謝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開始吧 我們今天來到老倫敦 其實每次走到老倫敦 我覺得都會有那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們Vintage的商品真的很多 我們店內大概有多少Vintage的飾品 因為我們會持續在直播銷售 就是這些東西如果都屬於我該有多好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請主人跟我們分享就是 這些香奶油的飾品 有哪些是很經典必收藏的方式 應該是說Vintage的香奶油 他們是用年代去區分嘛 對 每一個年份他們都有不同的作品出來 因為現在就是Vintage的飾品 已經被價格烘台很高了 有些系列的商品是特別有價值的 然後甚至更有吵架空間之外 連他當年的作工都特別細膩 那我分別介紹好不好 目前以金氏的Vintage飾品來說 他們有分三個年代作品 是特別受歡迎的 從1993、1994 然後跟1996年的 那我們先從1996年這個系列推薦開始 那我們第一個系列呢 是我們藤蔓的系列 藤蔓系列就是你會看到 他的商品上面會有一點 一點的小豬豬在他的邊緣 然後會勾勒一些藤蔓的細節 然後這些做工其實是 現在比較難去科制的 所以他們這個系列也是成為 就是會漲價的空間的質疑 因為真的比較精緻 精緻度很高 對 精緻度很高 然後往前推兩年就1994 是更精緻的葡萄藤系列 更精緻的葡萄藤系列 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變成是 藤蔓的更進階版 然後就變成是你會看到上面 就會有一顆一顆一顆的小葡萄的感覺 幻想葡萄藤有很多的一些 葡萄藤的小 小枝芽 小枝芽等等的 所以你會看得到 把他的葡萄藤系列 做在這種照客的工藝上面 是非常非常難的 對 然後葡萄藤系列呢 因為Coco女士她們從小比較貧窮 她就跟父母親 鄉間跟城市之間這樣來回往返 她就特別懷念在鄉間的葡萄院 就是這就是她的一個設計性感 同年的同年的那種 對 所以這個系列呢 在我們的Vintage市場裡面啊 也是足年真正 噢 真正是 美月真正 美月真正 這要搜趕快搜欸 對 真的很誇張 因為她數量怎麼會越來越少啊 對 所以真的很值得入售 就是我們越早買越早享受 然後價格也不會那麼貴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要進入就是 終極 最值得介紹的一款 就是現在內地中國的地方啊 或者是各大歐美市場 其實他們最吵最兇的就是這個 熔岩系列 然後熔岩系列 它有像是項鍊那些 有 因為我們這些都賣掉了 都賣掉了 然後我不得不說就是因為 它的價格是真的算是Vintage 視頻裡面最高的 但是你看了我們都賣光光欸 嗯 代表是真的很多人想要收藏它 對 然後為什麼這個熔岩系列 會到今天的這種高價值的地步 的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仔細看一下它的工藝喔 它們上面的這些工藝 就有點像是岩漿啊 熔下去的時候 它瞬間冷卻 瞬間冷卻的那個不規則的紋路 那這個不規則的紋路呢 其實同樣是熔岩系列 可是它每一個都不一樣 都不太一樣 對 所以全世界你手上的這個是唯一一個 天啊 然後尤其像是這一款胸針 Y雙C 它其實特別 它的識別度是極高的 它被譽為全球前Top5 具有識別度的Logo 大家應該都有喝過可口可樂吧 也知道可口可樂 對 就是從老到小都會知道可口可樂 它也是在前Top5 你就知道湘南的這個Logo 多麼具有代表性 就是非愛它不可 那我們剛才介紹完就是三大必買經典的系列之外呢 我覺得我要分享一下我自己非常喜歡的是琉璃系列的 琉璃系列真的是老鄉不得了的商品 對 因為我覺得它其實現在後來一些新的設計 其實都沒有這些琉璃系列的東西 對 講到琉璃系列呢 香奈爾它有跟兩大的琉璃工房合作 其中一個是Gapron 它其實成立在1869年的時候 因為1920年代的時候 這個琉璃的商品啊 被大量廣泛運用 所以那時候香奈爾就是發現了這個趨勢素材 對 它就結合了它的飾品 然後琉璃系列呢 它真的是很值得收藏的原因啊 是因為它非常的透徹 很純淨 所以你會看到它上面是非常渾厚的那種自然色澤 因為它跟現在的樹脂又不一樣 樹脂會比較沒有辦法像它那麼透徹 因為現在大部分新品它們都是用樹脂 對 比較少在用這種琉璃 所以這也是因為琉璃系列在Vintage市場會那麼火紅跟 因為稀有嘛 然後再加上它的橄欖的那種自然色澤很高級 現在也是可遇不可求啦 真的 賣一件少一件 真的 因為你看它那個就是琉璃系列的東西 它雖然時代已經久遠 但是你看它現在的光澤跟那個透亮度 對 還是很美很像型品 然後它還有像是妖鏈啊 對 這一個就是不得了了 這個就是我剛剛要介紹的第二間工房 Corsens Corsens是1953年開始跟香奈爾合作 然後它的刻牌是這樣的烙印 直接刻Chanel 這個就是在1954年到1971年之間的作品 因為我研究這些東西我會希望研究年份 對 因為你會知道那個年份那個時期 它們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我其實看到非常多Vintage這些耳環 對 都是假式啦 欸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現代的很多都大家懂了 對 所以我就說欸你們有沒有耳針 可是Vintage真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耳家 對 尤其像以前那個年代 五零六零這種年代 他們會依照歐洲人的身形跟臉型 去設計他們的飾品 因為你看以前老鄉的東西 他們會做的特別大 你看這個有夠浮誇 超大 對現在你帶這個出去 欸你今天要買給人車嗎 有點像那種感覺 沒有 就是特別浮誇特別大 但是以前歐洲人會覺得 這是很正常的 就是要這麼浮誇啊 就是要這麼浮誇 所以你是歐洲人啦 對 馬上Q進來咩 對 對就是因為它那麼大那麼浮誇 對 耳洞會有點承受不住 嗯 所以他們以前很常用耳夾式的 然後再加上以前的人 比較少不普及在打耳洞 他們醫療設備沒那麼齊全 所以有的時候穿耳洞是有風險的 要感染 對 你不像現在就這樣 凍過去就沒了 而且路邊都可以打 所以這也是造就 為什麼以前Vintage 幾乎都是做耳夾的原因 那代妹系列你要介紹一下嗎 代妹我覺得也還蠻值得介紹的 因為這個系列 這個現在是沒有賣的是不是 現在我們公司是現在已經 被列為我們收藏品 賣囉 對 因為他剛一進來說這個有賣嗎 我就說 嗯 我們這個代妹系列目前是 公司 的收藏品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其實代妹他們其實在70年的時候 它已經被列為鮑魚了 因為其實代妹是龜殼上面的結晶體 它有一個別名就是一個叫海金之城 就是一個美玉 但是呢 就是從70年代之後 有一個時期 它有運用代妹這個系列的作品 就是90年 人家會覺得 奇怪不是不能做了嗎 但是我不知道會是什麼 Chanel卡爾時期 那個年代 他們做的代妹 一樣是用那個 手續 我不知道是他們有簽訂什麼合約吧 一樣是用規格去製造的 所以90年代的代妹系列 是最有價值的 為什麼你更早更有價值 因為他們中間有一段時間 可能做膠蓄取代 或者是壓克力 所以不是真正的代妹 但是90年代有一段時間是 又是真正的 對 所以你們只要看到背後是可90年的 對 都算是代妹系列 都是最高期的 對 我知道市場上面代妹有塑料 也有真的代妹 對 那要怎麼分辨啊 因為我大部分都用年代去分 對 然後像這一款它就是1994年的 它也是卡爾時期的代妹系列 這個就保證是真的代妹 對 這就是真的代妹 可是到後期 玄柳還是有很多其他年代的 他們可能就是用壓克力之類的 或是有點做得像琥珀 代妹系列真的是 也是非常 收藏家 因為你要知道它已經保譽了 然後我本人也是吃素 所以我就也沒有想要買它 我就想說就是收過來自己保存 對 而且真的應該找不到了吧 我覺得很難找 所以我幾乎都是 列為收藏品 對 我們公司有一櫃都是收藏品 都收藏品都不買 然後客人進來說可不可以賣 不行 那被我稱為麻辣天后宮 裡面都是非常高端 就是還有 最厲害的 收藏品 那我相信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一定會有點好奇 就會覺得說 那既然是香奈兒的Vintage的飾品 那它的價格上面 會不會比新品更便宜呢 比新品 貴很多 是的 這就要說到就是 因為以前我們Chanel的Vintage 他們的含金量很高 然後你知道現在國際全球的黃金一直在漲價 沒錯 然後以前他們的那個金絲 都是感覺比較金色 比較黃金 對 比較黃澄澄的感覺 對 所以跟現在的蛋金就是會有落差 差別很大 對 所以因為用料跟他們的成本問題 因為我覺得鏡頭上面各位觀眾 你們越來越有意識了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買的是什麼東西 甚至你會開始參考裡面的成分是什麼 所以當你買到了一個Vintage的飾品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 原來裡面是有黃金成分的 難怪它這麼有價值 而且它放久了其實 都還是這樣亮晶晶 那你們平常會怎麼樣保養它 因為像它的話 我們平常就會推薦給客人說 你可以拿乾的 就是很吸紙棉布 然後其實你配戴完的時候 你只要拿吸紙棉布 稍微輕輕擦拭就可以 不可以用飾銀布 不要用飾銀布 因為他們的飾品都是反覆的 打磨肚巾 打磨肚巾 四層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保存到距今 三四十年五十年 都還那麼黃成層 你都是漂亮 公開背就是不用保養 也不是這樣 就是很好照顧 對 非常好照顧 但是我要問一個欠揍的問題 這個一定是有些人會問的 不是我齁 真的 什麼 他們可以碰水嗎 不可以 千萬不要帶著去洗澡 如果你今天是去買那個 那我就算了 對 那我就算了 可是他們其實是銅 然後有黃金成分在裡面 對啊 而且你都買古董飾品了 你應該好好照顧它 你應該帶它陪你洗澡 不要再鮮苦啦 不要鬧啦 不要鬧啦 我們剛剛其實聊到就是 現在其實 Chanel Vintage的飾品 其實非常非常的流行 對 但是你大家知道說 一旦流行的東西 就很容易有一些假貨出現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簡單的判斷 因為像前幾年大家會比較喜歡Vintage的原因是因為 它其實假貨的數量很少 但是因為現在很火紅的關係 所以其實假貨會慢慢的開始出來 但是其實 真的跟假的 他們畢竟是有經過歲月的痕跡 所以其實看得很明顯 你只要仔細看它的做工的工藝的細緻度 跟它我剛剛教大家判別年份的部分 對 因為年份的那個刻牌 你其實訪的很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我建議消費者 還是可以跟信任的店家購買 對 因為畢竟我們信任的店家 它是用正規的方式進來 我舉例我們好了 我們就是從日本的拍賣會出來 然後拍賣會呢 他們會有鑑定去塑造 品管每一個商品進入拍場 那拍場我們拍賣會進來的時候 我們拍下來了 那我們就會開始寄到台灣 然後我們連到台灣海關的部分 都會幫我們猜想再介紹一次 然後到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有自己的鑑定部分 對我們又會再鑑定一次 再看一次 到我們的進貨部 然後到成列上架 門市人員又會再看一次 所以等於是四到五個八關 四五關 我覺得要出現假貨的機率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買這種Vintage的東西 一定要找新增的店家購買 對 那我自己稍微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有在收集一些Vantage的事 我知道你超多 還好啦 跟你們四五百天比起來 我小咖而有 為什麼我覺得我可以分別人員心味 因為我很喜歡上網去買東西 對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人 他說他是賣二手 那我就稍微看一下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寄他的東西給我 然後他一開始看用真的圖片 欸我們最近我們公司啊 因為我們公司有自己拍攝的圖片 對 很多的二手賣家跟我們道具有 對 他用別人的贈品圖片 對 然後呢 結果東西收到之後 我跟你講一看我們就知道是假的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 他其實熊尼爾這個Vantage的 這個飾品 他其實都是電鍍真的K金上去的 那假如不可能去電出這些東西 一定是這種 沒有黃金成分的 不可能的黃金成分 對其實有的時候我們看顏色 或者是他的做工雕刻 對 其實很明顯 對然後大家可以先從他的 柯牌下去辨識 對 你只要看到柯牌太模糊的那種 就是真的要小心 但是真的不可考 因為你不一定是可能50年代的 因為他們飾品成 從54年就開始有刻印了 對 你可能從54年那個時候 做到現在可能你真的佩戴久了 多少會有一些磨痕 或者這時候很正常 但是你要很仔細的去看 像我們都一定會用那種幾百倍的放大 去看他 去看他 我個人是真的覺得就是 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因為他那個質感真的差太多 他有質感的分量 沒有負擔的重量 對 對 那是一個金具 對 那我們剛才其實介紹過非常多的 懸念有配件之外 有沒有什麼樣的配件 也是非常值得 就是大家購買 我覺得是首映表 首映表 對 就是我們這一支很經典的首映表 這支還有銀色的 對 銀色是現在專櫃上面還有在販售的 然後現在專櫃售價是15萬7千 對 可能15萬7千 所以像Vintage它會更貴嗎 Vintage便宜 便宜 所以像剛才這些配件都無敵貴 就是只有首映表 是價格會比較低的 對我也搞不清楚 掉價了啦 誰就還買相愛了 就還買勞力之勞 沒有沒有 他現在這個價格買是剛剛好 對 因為我之前真的去專櫃買新的 買15萬就首映表 有啊 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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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我看到Vintage有出 其實真的就是類似的 對 然後價格真的很合理 所以現在很多人 反而在找Vintage的 對啊 其實金色啊 它其實就是用銀色去度 然後裡面一樣都是有黃金成分 我還比較喜歡金的好不好 對啊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他們這個是考慮到成本問題 因為它其實兩支當初售價是一樣的 但是呢 它為什麼還要再花一筆 度K金的錢去度成績 所以相愛的就挺長的 那我們這款手印表呢 它其實非常非常有故事 在每一支的手印表背後 你可以看到他們刻一個1987 這是他們手印發行的年份 它其實這款手錶是 香港人是為女性 推出的第一支玩標 以前沒有對不對 以前沒有 以前是那種男生的那種髮型 對 因為早期他會覺得這些 手錶跟壞錶他們覺得是 男人在用 對 然後香奈兒女士就覺得不是只有男人專利 對 因為香奈兒女士就是那種走在前面的女性 她很前面 對 所以那個時候她就推出了第一支 那這一支你可以看到她的手錶 它上面是一個八角面的形狀 我可以拿一下我們這邊 我們公司有這個圖片 這張圖呢 它就是香奈兒女士 康蓬街31號閣樓 閣樓正對面 正對面的方燈廣場 哇 從上面看下去就是香奈兒的表的形狀 對 所以這一支的表的表面的形狀呢 它就是方燈廣場的設計靈感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一模一樣 我有名方法的知識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因為我之前光買我不知道這個 你只覺得它長得很漂亮 對 它自己來就是設計靈感跟故事非常的深遠 但是我覺得其實很多品牌也只有香奈兒它這麼有故事啊 你看從它的包包然後到所有的配件什麼之類的 確實 這也是為什麼它可以火候100年的原因 對 真的 它可以歷久不摔 對 所以手銀表我真的很推薦 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女性 想要收藏的第一個香奈兒商品 都會選手銀表 然後手銀表的價格呢 剛剛有提到 專櫃現在是15萬7 那我們手銀表的價格現在二手市價 大概落在5到7萬 還OK 其實很OK 就是專櫃的半價了 但是呢 又有銅度K金的 就等於是它裡面又有黃金成分 嗯 因為這支手銀表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不能裁剪的 所以你手為多少 你就要等於是買剛好的手為 有點客製花專屬你的手錶的感覺 所以今天給大家這一款 真的不要像我 花了15萬 然後還被Fation Baby小 然後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這一支 這一支有帶鑽的耶 這一支特別不明 現在專櫃還有在賣 但是已經沒有量產了 它只接受客廳 去年的時候我查他們官網還有在賣 是83萬4 那你們這個二手賣多少 我就跟你們說 我們賣39萬8 蛤 差好多喔 對 因為這一支它是10星的黃金 18K的 很足夠喔 對 然後再加上它表面的一圈鑽都是真鑽 然後現在這一支 目前專櫃還有在接受客廳 然後我去問過 年年長到90萬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參考 手錶類Vintage 因為它就是跟專櫃價格真的差滿多的 差滿多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剪便宜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 飾品的配件 不一定能夠真的剪到便宜 是 但是在手錶方面 是真的會差很多 對 所以我們特別介紹給大家 謝謝給大家喔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分享了 那麼那麼多的 Chanel Vintage 我們最後呢 邀請梓呢 跟我們推薦一個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剛入坑 這個Chanel Vintage 的話 有沒有推薦什麼 給我們新手入門的一些商品 我覺得新手入門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參考他們家 最經典的logo 像這種 對對對 那個超可愛的 書包扣系列 然後這一款書包扣呢 它其實算是 一款很年輕的代表 然後書包扣系列 大概都是在 也是90年代的作品 其實你看每一個系列喔 它只要銷售的越好 它會在更多的年代會出現 對這個 這一個書包扣是 其實很多年代它都有出現 對 它就是90年代 其實它出了一段時間 表示它在當年 真的是銷售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們有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你們會說 為什麼雖然同款 可是可以不一樣 可能一個96 一個97 正常的 因為賣太好了 對 因為賣太好了 還能做了10年 就像香奈爾現在 專櫃貨 他們會直接複刻以前的東西 道理是一樣 對 有點像是這樣子 這就是經典款 跟熱賣款 會一直做的東西 順便回答一個問題 真的 真的推薦給大家 那這個最近沒有複刻過 那複刻的 跟Vintage有什麼差別 差別 差別就是同度K金啊 對 我覺得顏色有差 更金黃 會更金黃的感覺 對會更金黃 新款就是有點白金白金的 對 然後新款的話 現在大部分都製作而正式的 嗯 然後Vintage是這種 二家 二家式的 所以我還蠻推薦就是 入門的新手的寶寶們 他們可以參考蘇包扣 因為它其實一個蘇包扣 然後Logo款就可以配很多風格 對啊 它什麼風格都可以搭配 對啊 然後價格也不會到非常高 當然現在Vintage 現在還是被炒得有點 越來越貴了 對 所以及早入門及早享受 好囉 那就推薦給大家囉 對 好那我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多 就是有關於 全面Vintage的一些 我們的知識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 該買的 這樣子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非常專業的 老倫敦的子樂 謝謝 吹咪的鴨切 對 然後如果大家想看其他主題的話呢 也歡迎就是敲碗在底下讓我們知道啦 那我們會把老倫敦的那個 IG留在上面 讓大家就是可以去逛 如果你們對今天的 Chanel Vintage 非常非常有興趣 想要去看更多商品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看他們的IG 然後記得每週三 每週日我們都有新影片囉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是崔咪 我是子安 掰掰